然后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车本的养头问题 第一个车伯他说这个养了两年二三年秋天就突然这个样了 他说坐标陕西 除了夏天跟冬天 其余的时代时间都放到室外的 其实你看他这个叶子啊 这个就缺水的一个体现 这位画友可能就是不太敢教 另外他说是陕西最近也可能有点冷 因为瑞乡的不怎么耐寒 怀疑是有点冷 还有一个呢就是缺水 你像很多花儿都说 老外你有的说水大 有的说缺水 我怎么判断 你要的明白哈 这个水啊 你摸一摸盆土干了 你得给它浇透 很多花儿就随便一浇 它表面很干 其他的地方都很湿 都很湿 那不行 明白了吗 不行就插个筷子 就找个类似于这种 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是吧 这种签子 你从中间那种插进去 你没事拔出来看看 你这样就好判断干湿了 你说对吧 明白吗 初伯这个怀疑是有点缺水 肥料该给的给就行了 下个做宝说 这样是浇水多 没了根呢 这个叫芝芝花 这个是秋光 积水欧根 还有一个就碱性高 你像在南方室外 自此花是不会存在这种的 因为南方的雨水多 它乘坐酸性 再加上空气湿度方方便面 温度跟光照都够 你在室内的话就达不到这种光照 明白了吗 这话说我怎么办 你要是想问我办法的话 过了一天天气短暖了 修剪一下 换一份好土 明白了吗 这换换土你要平在的话 只能这么着 该用药的还得用药 还得用反飞纸 下个做宝说金边瑞香花苞没开就掉了 怎么怎么回事 怀疑是温度不够啊 说吧 温度和光照不够 我一看你这个叶子就怀疑是光照不够了 一定要给如充足的光照 瑞香是不怕晒的 也不怕热 明白了吗 这主要是怕冷怕光不够 下个做宝说 你看我这花花开就干了 是咋回事 天如葵这个是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就有点缺肥料 就缺营养的感觉 别的没什么 还有一个求气节 这个季节的话 可能就长是慢 开出来也不怎么精神 到了春天就会好很多 而且他一直开 不用太过于纠结肥料该给的给就可以了 下个做我说 我这个养了三十年一直这么大 什么原因 最像长的不是很快 除非说是你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 比如说高温高湿 还有光照充满 一般的话都长不大 我们那个一年都没怎么建造 还有一个呢 你得 给足光照了 该给肥料给肥料了 花盆 你这样打开看看的 慢慢的扣过来看看 这个根系满了 就得换个大一号的不是 明白了吗 花盆也会限制植物的生长 懂这个事就好 别再没啥 觉得不错 点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养花最宅一 白了 吃饱 嗨